詞曲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 爱你坚持不发愁 就算再重逢开始做 依然对你爱不失手 爱你好了心 负了气 再多苦我都忍你 你却不走心 不运气 一片之间却随风飘离 爱你回首 情依旧 爱你坚持不发愁 就算再重逢还是做 依然对你爱不失手 那天要不是你劝主持人 不让他开那份礼物 恐怕天下大乱了 除非阿姨送给你们的十份大礼物 是一栋价值千万的房子 想不到他还真有钱 那就是林的父亲 以前生意做得不错的时候 他埋着他们展下来的 恭喜你 终于听到你的祝福了 恭喜什么 是结婚呢 还是母女团员呢 我当然不可能恭喜你 跟史康文结婚 老实说 我到现在还不清楚 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不嫁给他 我嫁给谁 那你也没有必要 拿你的终身幸福 跟我赌气啊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好不好 嫁给史康文也没什么不好的 自由自在 衣食无忧 你瞧 这是他最近送给我的钻戒 于克拉的 那是他在利用你 跟别人炫耀 跟谁炫耀 你吗 你以为我买不起啊 别傻了 他可以用房子贷款 抵押的钱拿来做生意 垮得他无所谓 因为他家族里 有钱有地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不怕 我们行吗 一栋房子 也许要赚一辈子 如果不赞人精精的 也许连立足之地都要赔掉 怎么样 觉得自己幸福吗 觉得自己幸福吗 你呢 你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你呢 你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有时候我常想让他早点怀孕 因为他真的有妈妈的味道 那种宽容 无微不至 让我觉得好温暖 恭喜你啊 娶到了一个好妈妈 你呢 无所谓 反正我在你面前啊 也被求惯了 不过我跟姿琳之间 就没有办法这样天南地北 聊一些心脸话 为什么 不知道 我总觉得有些事情 不应该告诉他 也许 需要在他面前 保留一些形象吧 或许我们的过去 注定了要跟你分享 总之我得知啊 你跟史康文的喜讯 觉得不舒服 好像有一些失落感 自私的男人 你把我视为你的一部分 却不是重要的部分 你怕我属于康文以后 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 随时听你的传唤 没想到你会变成 一个经常独守空归的 青楼怨妇 我看以后啊 我们两人之间 要主客异味了 是我经常听你 这个寂寞的女人传唤 可以吗 你自己 还有知灵 允许你这样做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有趣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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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十點多了 來 媽 是我彩君 对不起 今天回来晚了 美竹姐生日 对了 有没有沈伯伯的消息啊 没有 台中的亲友我都问过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行踪的 好了 你别为妈操心了 你自己早点休息吧 好 那明天我们再通电话 再见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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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光远哪 光远 光远 饿不饿 我给你弄点吃的 我在直领点吃过 你怎么上回来了 今天下午到台北 这些日子都上哪儿去了 我走的时候不告诉过你吗 你是说去台中吗 可是我把你台中所有的朋友电话都打完了 他们说你没有去啊 我归你咋我 但是我的朋友可未必啊 何况我那些老友你也不见得全认识 是 但是你也得打个电话回来报平安吧 你知道没有你的消息我多着急啊 我甚至要报警了 在后世没有交代之前我不会早的 那你究竟去了哪里 你去做了什么 你难道不该给我个交代吗 交代 你又何尝每件事对我有个交代啊 我都这把年纪了 难不成你还怕我在外边搞纪念三啊 你不是一向讲求尊重隐私吧 咱们就彼此尊重尊重吧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 有个交代 我可以告诉你 我回来就是给你个交代 懂吧 我回来 主理 主理啊 主理 我回去 尽卡 2 1 2 2 4 5 我还上哪儿去 许春 许春 你回来了 你上哪儿去的 我到同学那儿送点东西 出发有绿河汤,我帮你盛一碗 你是不是去送这个 许春 怎么了?你送这儿有什么不对吗? 你为什么要请回 存钱啊!只要会他靠得住 请回没有什么不好 你筹钱就是为了要替志方还债 是不是? 就算是吧 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想吗? 这方法没什么不好啊! 每个月付一万块,两年半 亲戚松松付清三十万 我不要你起贵了 问什么? 你怎么说这个理由啊? 风险太大 我想的你绝对没有问题 明天我就去想办法筹这三十万 我叫你不要起就不要起嘛 我叫你不要起嘛 我叫你不要起嘛 我叫我把他回到 我是你的物质 人家老婆带了一颗辣子 给老公称面子 我的老婆却到处去骑会 甚怕别人不知道 我们就缺剩三十万 请大家来帮忙似的 许春,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厨绪是不分贫贱贵的 即使那个带了十颗辣子的贵妇 她的那钻戒也有可能是用标会的钱买来的 人家起的是十万二十万的大会 那当然没话讲 小学老师的老婆都可以带钻戒 我老婆为什么不行呢? 我知道 今天是不是和彩娟吃饭了 这不是我们谈话的重点 总而言之 我不要让石康文觉得 我们在经济上很不宽裕 起贵是为了筹钱 许春,我知道你的自尊心很强 可是这个会是我邀的 是我出面的 我可以假装你不知情 没有人会想那么多的 石康文他会,他肯定会的 反正启会的事情就准作罢 三十万很容易解决的 我来想办法 你不用操心了 我来想办法 我要再来一杯 再来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一个是有父之父 一个是有父之父 公然在我们家门口 公然拥抱亲热 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要干什么 我要怎么办 我要怎么办 是安平不动 还是 还是安中调查 解体发挥 引起公然大波 不行 不行 那孤己之灵的感觉 我只有 我只有安中调查 暂时隐瞒下去 我倒要看看 他们 到底要耍出什么花样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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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iej 行 Phoenix 你 要起床 我 你 我 等等 我 要 你 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谷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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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抱歉 抱歉 昨天那个汇丹啊 我掉在公车上了 这是我今天重酿的 有件事还要请你们帮忙 如果你们打电话到我家 或者是在我老公面前 你們千萬不要提上會的事 純私房錢也不行啊 他管的還真多耶 男人嘛 有些想法是跟我們都不一樣的 對了 這裡 這是你偷偷買的冰藥 必什麼運嘛 早一點升一升 把該進的義務進一進 就可以找點享福啊 算了 我現在覺得連老婆都當不好了 怎麼當媽媽 老婆無必了 把老公當兒子 直接當媽媽不就結了 好了 我們走了 拜拜 先走了 拜拜 第一次 我的婚姻中出現了欺騙 我這個一向不善於說謊的人 竟然欺騙了我最親密的人 我的丈夫 為什麼事情會演變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或許這是一種 息恥寧人的做法 唯有向他妥協 我們才能和平相處 但是這只是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 而另一部分的問題 只好瞞著他去做 我相信我 我相信上帝會原諒我這種善意的欺騙 我相信上帝會原諒我這種善意的欺騙 我和雪山之間 難道除了欺騙 就沒有其他的方法相處了嗎 我可以坐下嗎 我可以坐下嗎 當然可以啊 我正準備要走 志玲 志玲 我去找你 我時間不多 趕著回家做晚飯 有什麼不對嗎 我知道 你現在正在努力地做一個 嫌妻良母的角色 為什麼要起這個會 你 范徐川養不活你嗎 你 我向你道歉 不用了 志玲 我們朋友一場 你總該聽聽我內心的話吧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以前那樣關心你 甚至比以前更關心 你說這什麼意思 你在我們都結婚以後 你告訴我這些 還有什麼意義 有 絕對有 雖然我跟志玲結了婚 但是 我的感性 我的心並不屬於她 就像你跟范徐川 你能掌握到她的內心世界嗎 我為什麼不能掌握 如果我連這點我都不了解她 我為什麼會嫁給她呢 恐怕 志玲對她的了解比你更深刻 你為什麼要這麼說 她經常跟志玲見面 你知道嗎 她跟彩珍調錢丸股票 你知道嗎 美珠是她姐姐 你知道嗎 還有 你們住的房子 根本就不是她打拼回來的 是她的苦命姐姐 做死做活轉回來的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你以為我會相信你的片面之辭嗎 志玲 你 難道 難道你還感覺不出來 自始至終 我都是站在你這一邊的 這件事是誰告訴你的 才真告訴我 人家是相信你才告訴你 沒想到你卻出賣了她 為什麼 因為我在乎你 並不在乎她 這真是一個充滿謊言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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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夫妻之間朋友之間 甚至情侶之間 就沒有一個 有一點點真誠的嗎 志玲 還不相信你 他們有太多事瞞著你 我是為你心動 為你教屈 再事先提醒你 給我一點時間 也給您自己一點時間 讓我找出證據 證明給你看 你怎麼會這樣 不會的 旭川她不會的 如果真是這樣 那她可以直接娶采君 她何必要苦苦追求我 志玲 這是她最大的問題 她追求的並不是你 是她從小失去的母愛 她娶你 是因為她要滿足她戀母情節 你知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 因為 我在乎你 我想讓你快樂 你又怎麼知道我快不快樂 志玲 你的一瓶一瓶一瓢都在我眼裏 我怎麼能不知道呢 你可以忍受許殘和宰君 我為什麼不能 我忍受 是準備隨時結束 我們還年輕 怎麼可能為錯誤的第一步 而喪失終生的幸福 你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你怎麼可能 志玲 志玲 我該不起來了 怎麼了 所以不舒服 臉色這麼冷靠 我是不太舒服 志玲 想開一點 你不用擔心 你有我在 我實際成熟了 把證據拿出來 好不好 不用了 志玲 為什麼 你走開 我不要離婚 我絕對不能離婚 你不要再告訴我了 我不想聽 我不要聽 我希望你一次會 一次 一次就夠了 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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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 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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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沈志明的家属在不在? 沈志明的家属在不在? 等一下 你是沈志明的先生嗎? 恭喜你,你太太有喜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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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意思? 我什麼意思你應該清楚 你給我看清楚 甚至你現在是我的老婆 你沒大約定 這句話應該回敬你 她是你的老婆 但願永遠是你老婆 謝謝 謝謝 医生没告诉你 我告诉赤康 我听到了 心智 有什么话回家再说 你看你脸色还藏白 要多休息 现在没什么被你爸爸更重要了 不是吗 依然对你爱不释手 我没事 一瞧你紧张了 医生交代过 叫你多休息 薛辰,请你不要误会康文 他会送我到医院,完全是出于... 不管他出于什么,我都不会领他的情 我们两个人谈话最好不要提到他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问我为什么? 如果你当时看到医生把他当成是我 跟他恭喜的时候,他那副嘴脸 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徐川,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那绝对不是误会 他根本就希望别人把他当成是你的老公 哪怕是一下子他也高兴 他就应该被说了 真是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小小的玩意 自己去,绝对那一种事 什么? 不,如果怀念我,好小的... 这个是什么? 你会跟乱派伴的一样 你会有什么想法 我自己想要我 从地上和乱派伴的一样 就是在那里面的一样 我去不 Lego 我看,你乾脆把工作辭掉好了 專心在家裡帶寶寶 等寶寶大一點點,你再出去工作 把工作辭掉? 寶寶出事以後,我們開銷更大了 如果這時候把工作辭掉,我少了一份薪水 那我們日子不是過得更結局了 這個你就不要管了嘛 由我來操心啊 我保證你辭掉工作以後 不會影響到我們現在生活的品質 徐晨,你讓我現在辭職 只是因為我懷了孕 為了迎接寶寶的來臨 要我放棄熱愛我的工作 這是我的義務 我沒有什麼不可以答應你 但是對於即將為任父的你 我是不是可以對你有所要求 當然 只要我做得到 你做得到 就看你願不願意做 為了保持我心情的愉快和平靜 為了孕育健康的寶寶 我要求你 不要再跟林彩君見面 你不要再跟他借錢 你要對你的妻子坦白 你不要再騙我了 美蘇姐是你的親姐姐 這個房子是她送你的 而不是你自己打拚的 沒有什麼不可以跟我說的 既然我已經是你的妻子 我就應該可以了解你的一切 去了解你的內心世界 你必須去分開你 夠了,這些話你是從哪裡聽來的 不管我是從哪裡聽來的 如果是事實 我希望你能夠冷靜 而理智地提出解釋 你為什麼要解釋 是石康問告訴你的對不對 他是什麼居心 你為什麼寧可相信別人 不相信自己老公呢 你要我解釋是不是 好,我現在就解釋給你聽 我解釋,我解釋 我解釋,我解釋 這就是我的解釋 這是我的 這個也是我的 這些通通都是我的 每次是我的東西 都有我來支配 包括你,你也是我的 所有屬於我的東西 通通由我來支配 你懂嗎?你懂嗎? 我可以讓他高高在上 是我的喜愛 我可以讓他像一段垃圾一樣 是會見他 就像這套廢物一樣 他們的命運統統找在我的手上 不管石康問對你說了些什麼 請你搞清楚 你是我的老婆 你是我半居村的老婆 我都來不及了 你怎麼可以幫他 幫他來對捕我呢? 我沒有啊 你有!你有!你有! 徐春! 我就書了 有什麼好怕的 能到這個時候我不應該在家嗎 這個時候 你的確經常不在家 隨你了 我才想给你个惊喜啊 哪说你真的在乎我的感觉 就请你多照顾一下这个家 结婚到现在 我们除了杜蜜月那段时间以外 我想要跟你吃顿饭都很困难 我早出晚归 那是早出更晚归 我们连面都难得碰上你一次 是 像你这样忙的小学老师 还真少见啊 像我们这样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却聚少离多夫妻也不多了 开门七件事 才能永远讲述查都给我打理 我也认了 谁叫我是女人呢 但是你好歹要有点参与感 好像我是你起来管家 只要把这个家该有的都有了 维持住家的形象就行了 死到了 你自己提开 自己提开 这些东西有多重 我忙完定离世以后 还要顾着一天到晚 看不到男主人的家 你总不希望 你老公是一个 只会处理柴米油盐酱酥茶 而没有事业的男人 我希望我老公是个均衡的男人 事业和家庭兼顾的新好男人 拿来 人家米是买来吃的 黄家米是买来倒的 大袋米缺掌的米虫 只好倒了 石康文 我拜托你好不好 把那袋东西拿给我 你干嘛那么大火气 我不是我亲 我只是心白 当你生活中 除了工作 除了所事的时候 我请问你开心起来吗 早知道婚姻生活是这样 我就 早就你就不嫁给我了 对不对 至少你要证实 我不快乐的事实 你跟我在一起就不快乐吗 除了柴米油盐酱酱茶之外 老公该接的义务 我都做得很好啊 我尝尝表现 还令你满意吧 不满意 夫妻之间 是因为爱而做那件事情 不是需要和表现 每个男人结了婚之后 还把爱挂得最原厂 至少人家心里有爱 人家 你好像很了解男人 你应该是我对爱很敏感 你没有听说过吗 女人是爱的动物 她可以一辈子 生活在爱的记忆里 卵米油盐酱茶 黄文 记得你婚前说过的话吗 你说你要当我的虎花使者 你要照顾我 爱护我一辈子 为什么我们才结婚没多久 你对我的关心 甚至连普通朋友都不如 普通朋友 哪个普通朋友 任何普通朋友 随便哪个朋友 都用血寒温暖的电话 你呢 你对我的工作 我的生活 我的一切 不闻不问 你根本就是莫不关心嘛 我当然关心 要不然 我为什么在家等你 那就让我们多花点时间 还共同经营这个家 至少你把晚上的时间留给我 我也愿意早一点回来陪你 甚至我们可以像芝林一样 为这个家添个宝宝 让这个家更温馨 更像个家 够了 为什么 为什么芝林结婚你也要结婚 芝林怀孕你要生孩子 为什么她有的你都要有呢 你这样胡说什么 我没有胡说 因为我太了解了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去打拼事业 累积我们的财富 提高我们生活品质 享受我们的人生 不会让孩子绑住我们 只有想算你穿那个小人 才不让芝林怀孕 她怎么养芝林 你去看看 芝林为区区三十万去启会 她可以给孩子吗 她更可以给孩子什么 你看这 也知道 至少被那个家压垮的 你说她托美猪姐还给我三十万 是启会臭的 原来她是为了还你钱 她姐姐偷钱为什么要她还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搞清楚 我从来没有开口向她要钱 那芭城 是有另外的人为你开口了 是谁替我开口 石高文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到店里去 一提到沈芝林 你好像很不爽啊 对芝林不爽的是你啊 我 我不想跟你谈这个问题 让我不妨来谈谈 你对范徐川人有什么不满的 你 你真是找着二条心啊 我是在这儿夫妻之间 该有的沟通呢 我跟夫妻之间的沟通 需要范徐川做潮量吗 哦 或许用沈芝林 会比较恰当哦 你跟范徐川之界的态度 也是这样逗逗逼人 得礼不饶人吗 不是吧 你们应该是温温柔柔 稳着手包在一起的吧 你都站住 知足一点 也许 在精神上 我给你的不是令你很满足 可是在物质上 你也拥有了很多 你也无法拥有的 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 你不会把一个 拥有妄途寄生人的男人 绑在你身边的 没有错 你要一个安定的家 但是我不是 我要一番作为成功的事业 为了你老公 我指日可待的成功 请你扮演 她背后那个伟大的女性 你懂吗 我指日可待的成功 爱你坚持不罢休 就算太重头 还是错 依然对你 爱不释手 好了 我来吧 等我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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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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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跟你发那么大的脾气的 你是我爱的另一半 梦的另一半 在你初心以前 我是完整的孤单 你是我新的另一半 痛的另一半 当你离开以后 我是破碎的迷连 你是我新的另一半 痛的另一半 爱过你爱情的烦恼怎么去消灭 爱过你爱情的烦恼怎么去消灭